第0323章 另一条辉煌路 轻松脆摆扎根岩壁上 在落日的余灰中带着淡金光彩 脚下云海成片 一片白茫茫 远处红日西沉 烟红云朵满天 镶嵌着金边 楚风没有感觉到黄昏晚霞之气焰 反而觉得 此时的宁静中也有众祥和的美感 甚至 他忘记这是夕阳 恍惚间 荡成旭日东升 红霞喷勃 扑面而来的不是暮气 而是欣欣向荣 蕴含着生气 若木竟是生命喷勃 朝气澎湃 楚风于无绝间吐出一口气 觉得胸怀舒畅 平和中有种满足感 他俯瞰远方 觉得异样 原本黄昏落日 醉意让人惆愈 可现在他却觉得 在沐浴朝霞 心有烈焰轻狂 脚下茫茫云雾化作碧海 一望无影 一轮红日月出海面 带着太阳出生之契机 万物出始之力 我或许应该反向来看一些人事物 角度不同 体会完全不一样 他现在有种跳脱出繁龙之感 这一晚 楚风吃饭香甜 睡得安稳 第二天清早起来 他向老宗师借做棋 想出去转一转 四处看一看 老宗师诧异 对他略有担心 我想从另一条路 解决自身现在的问题 楚风说道 笑了笑又道 我想扔下就包袱 摆脱净化这个泥肘 现在作为一个普通人 去看一下各地的山川 武当山上有一只山雀 以前身体是灰色的 现在红艳艳 体型很大 能载着人飞天遁地 楚风坐在上山雀的背上 一路向东 朝着大海而去 在路上时也注意观察地貌 许多地带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它并非漫无目的 而是在以场域研究者的身份远行 看各地山脉走势 分明能感觉到 此场极其异常 老宗师并不放心 现在的亡极生物 比以前多了十倍不止 各地超级高手评出 称得上全球大进化 它也跟来了 楚风站在东海之畔 看着比以前更为广袤的汪洋 这里碧波亿万倾 波涛起伏 雄魂壮阔无比 听着掏声 看着真正的红日 在海面中正突而出 楚风舒展筋骨 练了一趟太极拳 也进行了大雷音呼吸法等 老宗师问 楚风以后有什么打算 因为觉得他像是释怀 解开心结 难道还真的有另一条路 看海 周游名山间 泡那个妞 嗯 我是说 要开始享受生活 不再泡生活 这种话语 让一个百岁老人 也只能无言 当然 也要努力成为最强的人 楚风大咧咧地补充 老宗师点头 不好打击他的积极性 随他一去吧 我试认真的 并没有放弃进化这条路 现在只是中途小气 最为重要的 是我现在 发现一条金光大道 迫不及待 想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楚风心态很好 满面笑容 他们曾进入海域 落在一些岛屿上 然后回归 接着又去路上的山川间徘徊 在此期间 楚风游览明山时 也不忘记做笔记 大道地脉 山峰等 小道磁石与玉块 以及地下土质等 他全都去触摸过 体会过 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都在外面转 老宗师全程陪着 这反倒让楚风不好意思了 让山鹊陪着我就行了 老宗师一度怀疑 这小子自暴自弃 浏览完明山后 要去红尘中打滚 享受他所说的多彩生活 数日后 他们回归到武当山 这一次 楚风开始忙碌起来 每天都在山中画课符号 密密麻麻 反复试验 他在研究场域 想成为这方面的宗师 在目前的地球上 没有一个精通场域的人 相对来说 他是个高手 当下地势的变化 暴露出古代进化者的布局 让他可以参考 提高造诣 机会难得 有些地带遍布着惊人的场域 楚风得到的那本书中 有大量的蝌蚪符号 需要他去验证 有什么作用 在昆仑山时 他已经取得非凡成果 在那里待了很久 他将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遍了 在喜马拉雅山的十里净土中 他更是发现很多磁石 记载着各种断裂 破损的符号 他跟场域天书中的记载 两相印证 可以分辨出 诸多半毁的符号是什么 他早已入门 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现在想要今年 真正掌握那些东西 因为 他曾听黄牛说过 在其他能量浓郁的强大世界中 有些场域奇人 不仅在这一领域技法高深 自身的实力 也超凡入胜 无他 场域天赋绝伦的人能布下 一些法阵来酝养自身 实现特殊的进化 比如 有场域鬼才 曾经布下金氏养身之地 用十八种场域 构建出一片生命能量 浓郁到骇人听闻的地带 加持那里 一座废弃的上古凤潮 结果 他待在凤潮中 实现六次涅槃大进化 最终成为实力惊人的一代大能 这种进化之路很古怪 不吞噬一果 而是吞噬山川 气魄更大 当然也借助了凤潮的涅槃能力 事实上 那所谓的凤潮 也是一种场域 只是更为复杂 一般的场域研究者摸不透 弄不清 无法靠自己筑巢 只能借助古凤仪器的旧巢来用 当老宗师听到楚风的打算 知道他要干什么后 也是一阵出神 这种进化之路 还真是让人神望 现在我的路断了 我打算从另一侧开辟道路 接而打通原有的路 楚风说道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 他请老宗师相助 去寻一些古代文献 古本密册等 他想了解更多 如果有古人技术下来的经验 那将会让他少走许多弯路 地球上 一直都有真龙传说 曾在大洋中出没 也有古凤的记载 不少地方都曾有痕迹 他觉得 无论是真龙学 还是古凤潮 都对他有大用 如果寻到 以多种场域加持 足以让他解决自身问题 他想效法古人 吞山川而进化 好 我去帮你寻找 国家秘库中的东西 并不只属于那三大艺人组织 我与其他人 也能进去查阅 老宗师发力 效率极高 没过几日 就为他带回来一些 纸张枯黄的古册 都是极其珍贵的古本书籍 还真有龙学技术 但是楚风很难抵达 在东海的海眼 在南海的海眼 上古时都有真龙踪迹 是两条龙的棲居地 据闻 里面龙气很浓 将普通的繁草 都催化成了一草 比如龙血草 龙胎树 逆龄花等等 堪称绝世宝地 这样的地方 如果配合复杂的场域 家已布局 自然能够温养生灵 使之净化 同时 楚风也从一落古籍中 寻到古缝的一些记载 知晓了他的出没轨迹 南方有鸟 齐鸣渊除 子之之乎 复渊除发于南海 而非于北海 非梧桐不止 想要涉足这些地带 对楚风来说难度太大 涉及到大洋中的境地 海族绝不允许他踏足去涅槃 不可能让他吞噬海底山川 不会让他去那里净化 得找陆地上的龙 以及盘踞在路上的骨缝 不过 他知道难度同样很大 哪怕是在古代净化 最繁盛的时期 这种生灵也极其罕见 没有出世过几次 不过 又另外的好消息 老宗师带回来的 极卷残破的竹简上 有其他记载 给楚风启发 有场域研究者 利用三座地磁山部下 三花巨顶之格局 刻下一座原瓷窟 藏身当中 最终实现超级净化 而且还成就原瓷之体 实力通天彻地 成为一方大能 此外 还有场域研究者 天纵之姿 化明山为一土 视自身为神根 以树座明山为根基 栽种自己 最终在地下 一次又一次地退皮 不断新生 最终攻参造化 楚风悠然神网 原来不止一种方法 场域研究者中的鬼才 其才们 为了摆脱自身孱弱之局面 竟有各种办法 另辟蹊径 让自己超脱 比之砖走净化之路的生物 还要恐怖 吞石山川净化 果然气魄更大 往往能后来居上 楚风惊叹 只是 他一阵醋眉 不说这种的特殊的地方难找 就是真的发现了又如何 他现阶段还没有那种实力 他虽然在这一领域 非常有天赋 但才起步而已 还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他赶走这条路的仪仗是 他在那本场域天书中 发现了几种现成的模型 以前他不懂 最近不断摸索 才发现端倪 他在里面察觉到养生之法 这种养生 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养 保养 补养 而是涉及到了生命层次的跃进 体质的提升等 是进化 场域符号成千上万 要靠自己去组合去排列的话 形成带有个人风格的特殊场域 那需要时间去积淀 而且 这一领域太艰色 比之进化之路更难走 所以 这方面的人极其稀少 只有顶级道统才能培养 现在楚风发现现成的模型 自然欣喜 而且看起来那几种场域模型 都异常成熟 极其不简单 他意识到 这本书应该比他与黄牛想象的 还要来头大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楚风不断摸索 在山石上刻写符号 利用特殊的地势 构建那原有的模型 这种东西很讲究 哪怕刻错一笔都不行 那么多符号排列组合 需要细心 而安置时 更是要精确到豪颠 刻下的符号 位置偏离一分都会失败 甚至造成大祸 因为 有些霸道的场域很危险 稍有差错 便会引发能量震荡 发生大爆炸 构建者可能会惨死 这几天 楚风一直都在小心翼翼 还好他当下所研究的 只是养生场域 而不是带有攻击性的霸道场域 不然的话 失败的那十几次 布置的符文方位不对 可能就已经让他惨死十几次了 哄 即便如此 期间也发生一次爆炸 游离在天地间的浓郁能量倒灌下来 让这片地带解体 楚风满嘴雪墨子 被撞飞出去 见鬼了 还好 楚风身上有石头果实 包开石皮 吃下少许鲜红的果肉 他又龙筋虎猛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楚风过得很充实 一边研究武当山附近的地势 琢磨古人留在这里的场域符号 一边构建养生场域模型 最终 他轻叹 想要完整地再现那种宏大的养生场域 现在根本不可能 遥不可及 需要的材料太多了 比如特殊的磁石 以及纯净的玉石等 这都是必备的材料 而这些他手头上都没有 他现在只能在普通的山石上划刻 效果明显缩水很多 最后 楚风多次研究后 决定从小出入手 布下简略的养生场域 这也是书中现成的模型 是那套大养生场域的小单元 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因为 楚风现在还很没有能力 去刻下大场域 需要覆盖很多座山头 那工程量大的 未免有些吓人 碰 最终 划刻在普通山石上的小型场域模型 只维系了片刻 楚风还没有来得及仔细体会呢 就解体了 他险些被伤到 那些山石全部炸开 还好能量没有跟着大爆炸 这个小场域模型成功了 但是由于材料的问题 使用寿命非常短暂 他轻叹 有些羡慕那些财阀了 他们财力惊人 人手众多 如果能够由他支配 未尝不能构建一个大场域 老宗师很淡薄 没有金氏的财力 山上只有几个道童跟着他练拳 在红尘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产业等 以他这等实力来说 绝对可以过上人上人的奢侈生活 但性格使然 尹山拳 石松子 跟古代修道有成的道士 没什么区别 了解到楚风的困难后 老宗师下山去帮他寻找瓷石等 又列了一头王级恶兽 跟人换取品质高的玉石 楚风心中热乎乎 但是 这离他所需要的还差很远 只能构建较小的场域模型 不行 我得想办法利用财法 让他们为我提供材料 楚风开始琢磨 不过 现在有瓷石 有玉石了 他自然不会罢手 开始继续试验 果然 小型的养生场域模型构建好后 他立身在当中 体会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气息 浓郁的生命能量不断涌来 诸如他的体内 很快 他体内的能量就开始迅速增加 可恶 但是 关键时刻 那个黑白小磨盘缓缓转动 再次将养生的能量给击散 使之溃散出去 楚风皱眉 如果这条路都失败的话 那他还真是没有一点希望 他没有想到 黑白物质凝聚的小磨盘 那么的霸道 碾压一切 连构建的场域的养生之法 都被瓦解 要是能布下一座大型养生场域 覆盖武当珠峰 或许能一举成功 实现霸道进化 但是 现在条件不允许 楚风能够借用财法的力量 楚风一时间寻不到办法 开始研究另外几种场域模型 用手边的材料构建起来 想在这个领域中不断前进 养兵之法 第二个场域模型 让他楚风心头一惊 他琢磨出究竟 这个场域如果能构建成功 可以用来温养兵器 使之成长 大场域肯定构建不了 缺少材料 他同样布下一个简略版 正 他身边的飞剑清明了一声 色彩似乎更加鲜艳了 越发的红润有光泽 真有效果 很快 楚风轻移了一声 而后身体发僵 最后脸色彻底变了 这一刻 他感觉体内多了一丝丝 一缕缕的能量 身体竟有好转的迹象 这怎么可能 又不是养身之法 这只适合兵器才对 是他 终于 他觉察到自身境况改变的根源所在 是那个黑白小磨盘 他仿佛在被酝养 越发的真实 凝练了很多 楚风一声大叫 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感觉 找到了破解之法 第0324章 出山 楚风知道自身的癥结所在 就是因为那个黑白小磨盘 如果将他的问题解决 自身也就应该无恙了 以前他一直没有办法 直到自身养兵场域中 情况才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黄牛说过 黑白物质在化形 要凝结成一个器物 最终成型的话 可以帮助楚风提纯能量 淬炼血气等 这东西价值连成 黄牛体内也有 是一个黄灯灯的导药罐 乃是菩萨级净化者所留 他十分特殊 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 只有最顶级道统的天女 圣子才会有这种东西 太稀有了 有的星辰世界 自古流传的 也不过一手之数 楚风体内的东西 一旦成型 就是天大的机缘 可以淬炼能量与血气 提升品质 可让自身实力暴涨 同时 他还有无尽妙用 到了更高层次时 才会体现出 可是 如果这种器物没有成型 失败了 那就意味着 他依旧带着黑色物质的属性 对现阶段的楚风来说是毒药 会耗尽他的能量 甚至腐蚀掉血肉与精神 现在转机来了 养冰场域可以助他成型 在这之前 楚风还以为他是个残次品 已经失败 所有他才落到这一步 而黄牛也说过 让他等上十天左右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么多半就希望不大了 黑白末盘有缺陷 楚风欣喜过后 仔细体会 他就坐在养冰场域中 真切感受到了那些血的变化 他体内不再干枯 可以留下少许能量 黑白末盘也越发的凝食 意味着他的缺陷在消失 在逐步完善 碰 半日以后 楚风周围的那些磁石 以及纯净的玉块等 都四分五裂 被消耗掉了 一座小型的养冰场域 只能维系半天的时间 非常消耗材料 他知道 在域外以及地球上的某些地方 有原磁晶体 甚至通灵宝玉 那样的东西 如果刻上场域符号 绝对耐用 剧纹 还有原磁神经等 可以用万年以上 在强大的星辰世界 有些道筒内的场域 动辄就能运转数十万年 那材料就更加惊人了 目前寻不到好的材料 只能用一般的磁石与玉块 楚风再次画课符号 重新布置养冰场域 所谓熟能生巧 且进一步领悟那些特殊的符号后 他动作娴熟 富有美感 时间不长 新的场域就形成了 楚风闭上眼睛 感受着体内能量潺潺流淌 像是干涸的小溪再现水光 滋润着枯裂的河道 样出生机 这是一种享受 失去能量 如今再次获得 让他体会到了 那种种妙处 咦 他清晰地感触到 体内诞生的能量 比以前更纯粹 也更强大 是拿磨盘导致的 它现在 就开始起作用了 黑白磨盘转动 将进入身体中的能量碾散 赶走大部分 只留下少许 但是品质极高 黄牛说 这东西一旦成形 能疯狂掠夺外界能量 保证自身体内能量很浓郁 不会有干枯之迹象 可现在看来 楚风体内刚出现转机 能留住少许高品质的能量 还差得远 这种现象只能说明 那小磨盘还有缺陷 需要养兵场域不断地温养它 使之完善 到了夜晚 楚风也一直都待在养兵场域中 没有离开 它的变化是明显的 已经从普通人 再次归回进化者行列 数日过去 它已经在觉醒境界武断了 觉醒 枷锁 这是目前地球上生灵所面对的两大境界 觉醒境界可分九段 五天时间而已 它就成为觉醒五段的进化者 这个速度很惊人 楚风发现 它体内现在的能量品质 比以前要高很多 非常纯净 它现在的实力 比以前在这个层次时 要强一截 这绝对的惊人 是进化者都梦寐以求的蜕变 尤其是在域外 一些古老的道童 那些神子 圣女最在意这些 力求同层次超然在上 这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 因为 这关乎着他们以后的道果 现在 楚风还不知道 其他星辰世界的情况 但眼下这种变化 却让他明白 关乎甚大 他意识到 这黑白末盘实在了不得 难怪黄牛曾说 这是成圣作祖的一种契机所在 便是在能量浓郁度很高的世界 也唯有最顶级道统的传人 才可能会拥有 菩萨及进化者留下的这种密气 异常稀有 楚风这末盘 是自己凝聚的 不是古代进化者中的 大能作化后所留 并非他人赠予 就更加细真了 楚风走出养兵场域 他体内的能量不会溃散 能保持住了 可以运转呼吸法等 大雷音一响 体内共鸣 浑身发光 很是惊人 不过到了第六天以后 他发现进展缓慢了 而且 磁石等材料不多了 老宗师了解到楚风的情况后 非常高兴 见他有恢复的希望 直接再次下山 帮他去收集材料 老人的效率很高 为此他动用了不常用的关系 请一些王级强者出面 帮他一起收集 他很快就回来了 带来一大堆磁石 与纯净的玉石块 供楚风使用 楚风的动作越发娴熟 转瞬间就能完成一座 小型养兵场域 可是现在效果越来越小了 前五天 他恢复到觉醒五段 而从第六天到第十天 他只将自己的实力 推升到觉醒六段层次 他皱眉 清楚地意识到 小型养兵场域 对黑白末盘的 酝氧效果骤降 黑白末盘的缺陷在减少 需要更厉害的养兵场域 才能提升 才能彻底完善末盘成型 楚风这样猜测 他觉得 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 一是布下大型养兵场域 但目前对他来说 难度太大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寻找品质更高的材料 那样形成的场域威能 也会更佳 在老宗师带回来的这些材料中 有一些带着温润光泽的磁石 还有一些稀有的美誉 楚风特别挑了出来 随后 他以这些材料布下场域 结果显而易见 就在当日 黑白末盘越发完善 导致他碾磨出的能量 也更纯粹 楚风的实力 在当日提升到 觉醒七段的层次 果然如此 猜测成真 楚风渴望一些好材料 但是让老宗师去找 显然有难度 若是背靠一个大材法 这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可惜 特殊的磁石等 只有那么一点 直接用完 不行 得借助那些大势力的力量 助我挣脱繁荣 楚风说道 果然 接下来的几天 他耗去大量的普通材料 也只恢复到觉醒八段而已 老宗师再次下山 可是带回来的普通材料 对他彻底没用了 必须得另想办法 这段日子 楚风身上的飞剑 被酝养得很不凡 越发的鲜红凝润 品质上有所提升 这只石金人 同时 他注意到 被他放在身边的一柄 用来做实验的普通匕首 竟也有不小的变化 变得异常坚硬与锋 十几日的功夫而已 这柄匕首 已经能斩断同类材质的匕首 虽然自身也受损得不轻 但是并没有断 提升明显 我可以跟那些财阀合作 帮他们养兵 对了 听说他们 一直渴望练出飞剑 寻找到很多稀有材料 还真练出一些半成品 我完全可以帮助他们 更进一步 楚风自语 带着笑容 当然 如果让熟人听到 肯定付菲 他怎么会帮助财阀 肯定没打好主意 楚风询问老宗师 现在外界怎样了 他想了解一下 那些大势力的动态 想跟他们合作 高手辈出 新的超级王者不时涌现 外面很热闹 出了一些霸主级的强者 老宗师说道 当了解到楚风 想借财阀之力后 老人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再过几天 江宁巨城中 会有一场盛会 他告知楚风 那些人也曾邀请楚风前去 江宁巨城那边 有人送来请柬 如果是以前 楚风肯定会推掉 而老宗师也习惯了 原本都没打算告诉他 好 我这次我接受邀请 楚风决定出山 同时 他向老宗师了解 这次聚会的性质 因何而起 强者越来越多 一些超级王者间 时常发生争斗 有的是义气之争 争个高下 也有的是为了争夺名山 冲突不断 这次的聚会 是想让各方坐下来 商谈的对策 减少冲突 劝诫各方 共同应对于外的威胁 老宗师说道 新老王者更迭 不断对抗 最近的天下很乱 决定强者争霸 楚风亚然 算一算时间 自从他身体出了问题 就远离那些纷争 冰雪都融化三个多月了 而这也意味着 他从人们的视线中 消失了三个多月 那些人很强吗 楚风问道 后生可畏 有些人的确非常不凡 老宗师点头 旁边 一个小道童告诉楚风 最近这三个月 最起码有五批人来过武当山 想要让此地一主 可以想象外界的情况 一些霸主崛起 相继来挑战老宗师 想抢他的道场 何其地自负 还好 那几批人最终都杀鱼而归 楚风了解情况后 有一股冲动 真的希望立刻恢复过来 再次出现在外界 看哪个人赶来挑衅老宗师的地位 都由他出面去解决掉 离开太久 还真怀念了 想来场热血大战 横扫那些所谓的霸主 楚风目光灿灿 一位道同如小鸡灼米般点头 道 楚大哥 你赶紧恢复过来吧 那些人太讨厌了 一个个自以为是 妄想把我们赶走 老宗师虽然还能压制他们 但总是有人来挑战 也不是个办法 万一哪天有个闪失就糟了 嗯 这次我出去后 会想办法解决自身的问题 以后会还这里一个安宁 楚风道 他也没有想到 三个月过去后 外界变化这么快 崛起大批高手 有些超级王者 不时来武当山挑战 想将老宗师掀翻 接下来的几日 楚风依旧在研究场域 很专注 因为要出山 他得有所准备 可以让人失魂 这种蝌蚪不错 楚风在那本天书的 某一攻击性场域模型中 拆解出一些特殊的符号 发现另有妙用 很是欣喜 折手克制一些此时 数日后 他与老宗师动身 一路来到江宁剧城 江宁 号称四大古都之一 历史悠久 昔日不少王朝 都曾在此建都 称得上辉煌与灿烂 天神生物的总部就在这里 而菩提基因在此地 也有重要实验室与产业等 高层长居于此 时隔三个月 楚风终于出山 来到这里后 将再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第零词二五章 群雄汇聚 江宁 玄武湖 东枕紫金山 西靠明城墙 古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 又称桑坡 后湖 人文历史悠久 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欧阳修曾在 金陵莫美于后湖 前唐莫美于西湖 现在的后湖 明镜如玉石 一缕缕紫气蒸腾 泛出惊人的能量波动 楚风和老宗师来了 临近湖泊 感受到了浓郁的生机 湖中不时有金里乐器 有的足有树米长 霞光闪闪 两位这边请 有专人守在这里 看了两人的勤俭 露出惊荣 但很好地掩饰了 只负责引路 因为 他被告诫过 在这里无论遇到 谁都不得大惊小怪 须知这次会有很多名人 以及强者来这里 咦 我怎么看着那个人 有些眼熟 后方有人看到楚风的背影 露出一色 盯着看都不停 不过 楚风没有回头 跟老宗师走在绿荫地上 冰雪融化 全球迅猛进化 这片湖泊附近完全不同了 如今不亚于明山区域 湖岸边上就有棋草与艺术等 清香扑鼻 菩提基因 天神生物等不少财阀 入主这片地带 园林与别墅区成片 不会吧 我看到了谁 那个人很像楚风 有人吃惊地盯着湖边的身影 最近这三个月 楚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很长时间 没有关于他的传闻 人们的目光聚焦在 新崛起的霸主身上 现在他突然回归 出现在这里 让那几人非常吃惊 这可不是一般的消息 确信是他吗 有点像 那几人追了过去 十分激动 但被人拦住了 没有能接近 忽然 远处动静很大 天空中烈焰腾腾 一头红色的猛禽 宛若传闻中的猪雀般 喷吐赤色火光 从天而降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亡极生物 非常强大 散发着十分恐怖的气息 震慑了附近诸多的净化者 这是哪位大妖王 气场太强了 一些人心惊肉跳 红色异晴 足有150米长 落地时狂风大作 赤霞滔滔 浓郁的能量扩散 如同浪涛般席卷 早先盯着楚风背影 看的几人 也同其他人一般 顿时被吸引目光 啊 他只是一头坐骑 人们动容 要知道 这头凶晴 最起码 是正断四五道枷锁的强者 红色猛禽 背上有一座宫殿 被当作行宫驮着 此时从里面走出几人 踏着凶晴的背 一跃落在地上 为首者是一个年轻男子 穿着紫色衬衫 发丝略长 超过耳朵 垂到肩头 看起来很飘逸 眼睛很亮 他年岁不大 二十五十六岁的样子 带着淡笑 整个人有一股难言的惊奇神 哪怕带着笑 很平和 也让人感觉到一股内脸的锋芒 这绝不是一个平常人 八级门的年轻宗师高原 竟然是八级门的年轻宗师来了 引发不小的轰动 这可是 后来居上的一位净化者 将八级拳练到出神入化之境 尤其是 传言 他在中南山附近 采摘到八颗紫色的雷电果实 将他推动 成为一位顶级王者 并且 就是他的拳法中 都带上了雷电属性 让人防不上防 更有传闻 他练拳都已练出神通 八级门的人果然厉害 将一头正断五道枷锁的胸琴当作骑 有气魄呀 一些人低语 羡慕而又忌惮 不知道那位老宗师来了没有 也有人张望 看向红色猛禽背上的行宫 谁都知道 八级门崛起太迅猛了 除却这位顶级年轻强者高原外 还因为 有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宗师 全法通审 高原向前走去 顿时有人迎了上来 面对这样的贵客 这里的人都不敢怠慢 全都陪着笑容 时间不长 一辆超级跑车驶来 线条流畅 鲜艳光泽 一看就属于女性 轰隆一声停在这里 今天来了很多强者 也有名人 自然少不了各种 吸引人目光的交通工具 人们已经有点习惯了 但是 当这个人下来时 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江洛神 有人喊道 几个月过去 江洛神越发艳丽动人 秀发披散 面孔银板完美 挑不出一点瑕疵 眼睛如同黑宝石般 他身材极佳 凹凸有致 曲线起伏 一双大长腿迈下车来 让很多人眼神异痒 有些火热 据悉 这位国民女神 在普陀山沉亡了 有人低语 全球大进化 改变了很多人与世 有强者横强的 也有弯道超车的 江洛神原本就不弱 再加上背后有大财阀 想不更进一步都不行 沉亡后 她的魅力更大了 眸波流转 红唇鲜艳 一举一动都有美感 豁人心弦 江洛神施施然 鸟挪而去 带着笑 问领路的人 林诺依来了没有 显然是 别着一些苗头 菩提精英跟天神生物 一直是竞争关系 而两女又同为 女神级人物 虽然看着关系和睦 但少不了比较 呼 刚风呼啸 天空中有一头 银色身影浮现 盘旋而下 那竟然是一头西方龙 通体雪白 光泽正亮 带着神圣气息 银龙锐库拉 许多人惊叫出声 这头银龙在西方名气太大了 是最近三个月崛起的绝顶王者 实力恐怖 据闻有神圣血脉 他落在地上 化成一个银发男子 很年轻 带着迷人的笑容 不得不说 这头西方龙气质极佳 称得上罕有的美男子 连西方高手都来了 可见这次的盛会 让各方都分外重视 瑞库拉施主 幸会 想不到我们一起赶到了 远处 一个骑着白象的男子赶到 他留着短发 是个僧人 披着袈裟 不足三十岁的样子 虽然很安静 但是 体内有滚滚血气折服 来自印度的高僧 有人认出他的身份 无论是银龙瑞库拉 还是这位青年僧人 都会讲东方话语 交流起来并不困难 他们落在地上后 一起笑着远去 可以说 高手评出 来了很多出名的人 片刻后 一架银灰色的飞行器 以超音速赶来 落在草坪上后 天空中才传来音爆声 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飞碟 一群人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 盯着那架飞行器 都无比吃惊 此时 从银灰色飞碟中 走出几人 一个蓝发女子美的惊人 头上有金银的脚 有种超然之姿 在旁边还有几人 如海底人族 还有满身是青铜鳞片的 海猴子等 全动能量波动骇人 都是顶级高手 让人生畏 龙女 这是一群海族强者 不少人都很紧张 冰雪融化后 天地迅猛一变 导致玄武湖 扩展了十倍不止 草坪尽头 一条狭窄的绿地 如同浮桥般 通向玄武湖中 里面有面积很大的岛屿 跟路上相连 楚风跟老宗师已经登岛 这里早已来了很多人 园林区域与别墅区 都隐隐绰绰 他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天哪 那个人是谁 楚风 楚风到了岛上后 不可能不吸引人注意 第一时间就有人发现了他 附近这块区域 一些人回头 都露出金融 就在楚风不远处 徐婉仪吓了一大跳 手中的红酒杯 差点坠落在地 他轻抚胸口 面色略微苍白 当初 楚风杀过他的妹妹徐婉清 还有穆家的少爷 他因此而仇恨 曾动作不断 结果楚风迅猛崛起 军林天神生物时 差点吓死他 哪怕这三个月 楚风消失了 都在传他已经废掉 再次相见时 徐婉仪还是不安于害怕 还好 楚风只是扫了他一眼 就没有再关注 楚兄 久闻大名 没有想到在今日才相见 幸会 最先走来的是一个白衣男子 很儒雅 风神如玉 称得上绝世美男子 楚风讶异 他跟这个年轻男子 接触过一次 印象无比深刻 因为从此人那里 得到过刑意全谱 这是徐青 刑意门天纵其才 这个年龄段 早已成为真正的宗师 早先就已经是 正段六道枷锁的 顶级王者 他自我介绍 面色平和 看不出什么敌意 但是 楚风心中警惕 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一直都在暗中谋算 谨慎而心思缜密 而且实力高的惊人 楚风在跟人战斗时 动用过刑意全真行 交手的人差不多都被他击杀了 也只有海族部分人逃脱 不知道徐青是否跟那些海族有过接触 如果知道内情的话 估计不会跟他善了 不过 现在白衣徐青很温和 气质出众 带着笑跟楚风交谈愉快 两人间气氛非常融洽 说实话 以前我跟楚兄没什么交情 甚至有恶感 但后来发生很多事 知晓于外的神子 天女随时会降临 我觉得自己以前有些不堪 现在遇到楚兄 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徐青言有所指 还这么的谦逊 楚风自然也很随和 跟他相谈十分投机 这时 八级门的年轻宗师高原来了 入岛后 正好看到不远处的楚风与徐青 哦 这就是楚风 有些意思 他居然在今日出现 高原留着其间的发丝 双目炯炯 在一些人的陪同下 向这边走来 第零三二六章 强者品质 高原 最近抢眼的王级强者 名声雀奇 一路击败很多成名的王者 奠定了他现在顶级王者的地位 八级拳被他炼入化境 实力惊世骇俗 如今拳硬一展 已经能显现神通 高兄 还是不要妄动为好 武当的老宗师也在这里 他身边的一个人劝道 你当我是什么 他一个废人 我有必要去跟他动手吗 高原笑了笑 他自然能够感应到 楚风体内能量稀薄 强大如他 现在神觉敏锐 而觉醒境界的楚风 哪怕再掩饰 也瞒不过高原 八级门少主来了 附近的人发现高原后 都露出一色 因为 八级门的这位年轻宗师 风头正经 现在是明星级强者 他曾经说过 楚风被废 让他很遗憾 原本还想领教一番呢 现在这两位真的相遇 高原会怎样 周围的人侧目 都在密切关注 高原来到楚风的镜前 打量着这个 昔日威名赫赫 而经废掉的年轻人 比他年岁还要小 让他露出一色 你就是楚风 大名鼎鼎 如雷贯耳 只是可惜啊 再也不可能跟我一战了 高原相当地直接 不知道是真性情 还是言语带刺 而咄咄逼人 附近 有不少人都在留意 这可是楚风 时隔三个月后第一次亮相 这样被一位 新崛起的绝顶王者找上门 他该如何应对 哪怕楚风废掉了 他依旧引人瞩目 会被人关注 现在 这块区域略显安静 镜前的人都侧目 看向这里 楚风十分淡定 道 打打杀杀最没意思 我如今戒了 这些话语一出口 人们愕然 在场的进化者 都张口结舌 目光异样 他居然 这么说 实在让人无言 在过去时 谁不知道他的名号 一路杀伐过来 威名赫赫 被敌人称作楚魔王 罪是凶残 居然说 杀伐没意思 戒了 扑斥一声 旁边有人忍不住笑出声 这个回答也太随意了吧 这东西是戒的吗 分明是你自己废掉了好不好 但是 没人敢讽刺 现在还忌惮于他的威势呢 而且 这主一向不按常理出牌 他早先就放出过风声 说自己身体不行了 结果却死皮赖脸 进行了好几次最后一战 高原诧异 显然也没有料到 楚风这么轻飘飘的回应 像是打太极般 直接给他来了个四两拨千斤 这时 武当山老宗师 跟一位熟人打过招呼 重新来到这边 看了一样高原 道 你师祖还好吧 见过前辈 八级门的祖师很好 身体硬朗 精神绝朔 一直想和你切磋一番呢 高原带着笑意说道 人们听闻 全都吃了一惊 那可意味着两位老宗师之战 若论拳法 当时恐怕无人可以比肩 造诣之身不可想象 别人实力高深 那是因为极异国等精化 赶上了天地一变的好时机 而那样的百岁老人 在正常的年代时 就已是拳法宗师 楚风开口 这话我不爱听 你祖是那么厉害 当初我身体无恙时 怎么不见他来找我切磋 他这是懒活呢 将那可能存在的挑战 向自己身上懒 等高原刚才的话差不多 像是真性情流露 又像是强势逼人 周围有不少人都露出一色 一些曾经的对手 更是难掩眼底的兴奋 这楚魔王还跟以前一样 又要惹事了 在众人看来 现在的他应该废掉了 还怎么迎战 真要惹恼八级门 吃不了兜着走 那些昔日的对手 自然希望楚风吃扁 暗自高兴 期待着一些事情发生 高原淡笑 啊 楚风 你昔日的却不凡 不过那是我们八级门运气不好 没有找到足够多的异果来进化 在你成名之前我危险 在我成名之后你颓败 能真正一战 我却有遗憾 所有人眼中都金光闪动 这个八级门的少门主 果然是不服昔日的楚风 不认可他当初的地位 高原嘴角擒着一缕笑意 道 我看你能动用觉醒境界的能量 要不 咱们简单过两手 彼此掂量一下 我也不欺你 也只动用觉醒境界的能量 这一刻 曾经的对头们都兴奋了 看向楚风 又看向高原 非常期待 就是白衣徐青都一动 想看一看 这两人较量的结果 算了 没意思 楚风摇头 你不敢 怕失败后 让得来不易的威名受损 高原淡笑 一时间 很多目光投向楚风那里 能来这里的 都不是一语之辈 我是觉得 那样做事欺负你 赢得毫无悬念 太没有意思了 楚风说道 这话一出 净显自负 让一群人哗然 这还真是他的风格 面对什么敌手都这么的 有气魄 有人咕弄到 当然 有气魄三个字 也可以换成自负 自大狂 但是那人没敢这么讽刺 对他始终有些顾忌 其实 很多人都无语 这个对头如今都废了 还是这么的本性难改 依附为我独尊的态势 让一些人不爽 当然 这里也有不少对楚风有好感的人 现在轻叹 觉得这或许就是 楚风昔日能够所向披靡的原因所在 心态实在太好了 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了 还是如此的自信 有我无敌 这是强者的坚韧品质 高原很不爽 自己崛起后 一路横扫对手 成为当今最为璀璨的王者之一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个楚风废掉了 如今还敢这么张扬 不过 他看了一眼楚风 倒也没有发怒 平淡地开口道 那么 就让我看一看 你能怎么欺负我 这时 忽然有人感到 对高原开口 道 高兄这边请 玉须公之主等前辈 已经在另一座岛屿上等你 请你过去 众人闻言 都露出羡慕之色 因为玄武湖中的岛屿不止一座 而另一座岛屿上多为前辈高手聚集 都是顶级王者 一般人踏足不了 高原这么年轻 已经如日中天 实力惊世 如今被玉须公之主等人看中 都亲自邀请了 这足以说明问题 好吧 我马上去 高原点头 而后又看向楚风 道 我们稍后再见 我真想看一看 你怎么欺负我 楚风相当地淡定 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你就先去吧 回头再过来领拳头吃 哼 高原可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他一直在克制 让自己表现得看起来很宽和 现在冷哼了一声 转身离去 一群人愕然 都面面相去 严重怀疑 楚风是否真的废了 到现在 居然都依旧这么地随意 一点也不担忧自己 如果是别人 自身沦为普通人后 多半早已黯然神伤 找个无人之地去舔尸伤口了 哪还敢再跟以前那般 带着锋芒 你们懂什么 这就是强者 即便身体出了问题 心态依旧无敌 就在这时 有人开口说道 反正高原已经离去 说什么都不怕 不愧是楚魔王 这位小叔爷太牛叉了 远处 雄坤附和着探道 他跟胡生等人也来了 看得真切 都有些无语 当然 也有人撇嘴 就在此时 有人来请武当山的老宗师 请他去另一座岛屿 商议一些事 他这等身份的人到来后 想不让人知晓都不行 老宗师一探 看向楚风 玉虚公之主等人 难道不知道楚风也来了吗 请走了高原 都没有来请楚风 老宗师这边请 海族的人也来了 这次各方相商 要定个章程 您一定得过去 来人客气相邀 楚风见状 知道老宗师的心意 想带他一起过去 但他摇头 不想去那边 好吧 你自己在这边小心 老宗师离去 他其实并不担心 楚风身上有一些古怪的磁石块 他已经领教过了 确信楚风足以自保 同时老宗师不相信 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委 去对楚风下杀手 顶破天 也就是言语上 针锋相对道边了 真敢明目张胆地动手 那等于再为自己招货 毕竟楚风在龙虎山 救下不少猛人 这都是护身符 白衣徐青很低调 也没有再被邀请之列 他很平和 一直跟着楚风 聊得很融洽 这时 雄坤 胡生 陆青几人都跑过来了 再次相见依旧热情 并未因为楚风废掉 而表现冷淡 楚风露出笑容 手持红酒杯 跟他们聊得很高兴 雄坤小声道 小叔爷 你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现在外面不断有超级王者崛起 许多新生王者 都想挑战你昔日的地位 来证明自己 像高原这样的明星级王者 还有一些 甚至更强 你这样 来赴盛会 总让人觉得不放心 无妨 都是土鸡娃狗 楚风相当淡定地说道 我晕 胡生双眼狭长 直接缩了缩脖子 比雄坤谨慎多了 觉得这位真是什么都敢说 雄坤即便再大咧咧 现在也是无语了 这位小叔爷 还当自己可以俯视天下 自负的有些过头了 太自大了吧 远处有人小人说道 小叔爷 咱说话悠着点吧 别被人记恨上 雄坤小声说道 楚风点头 道 嗯 风流岁月 聚网磊 那些打打杀杀的滥事就不说了 实在没什么意思 我讨厌暴力 昔日的一些对头 可是有不少在现场呢 文言都想哭 当初谁有你暴脸 现在听到这种话 都想捶他 楚风 江洛神临近 他可是深感意外 居然在这里 见到他 还敢出现 他身材修长 一双长腿迈开 恶挪而来 名谋善赖 号称国民女神 容貌与风姿 的确无可挑刺 才多久没见 就不认识了 这么稀奇地看着我干嘛 楚风说道 江洛神笑得很甜 十分动人 道 你来江宁 嗯 我想一想 该不会是来见你的初恋情人 林诺依吧 这可是他的地盘 显然 他跟林诺依一直在交劲呢 什么时候 都不忘记拉他下水 你想多了 楚风淡然回应 而后又瞥了他一眼 道 咱俩之间关系 不是更亲密吗 众人都惊诧了 听到了什么 楚风这是亲口证实 他跟江洛神间有旧情吗 关于他们的绯闻 可是曾经有不少 不过后来都渐渐被澄清了 别闹 江洛神赶紧转移话题 他还真担心 楚风在这里各种爆料 想到两人曾睡到过一张床上 白皙与金银的俏脸都快红了 他忙拢了笼长发来掩饰尴尬 你究竟为什么而来 我可知道 你这家伙的性情 江洛神觉得 楚风来这里 绝对有事 想念这里的各位 来看一看大家 楚风脸皮很厚地说道 以前的一群对头 有敌意的人 全都嫌疑 很想诅咒与破口大骂 而对楚风有好感的那批人 则略有伤感 觉得他是因为自身废掉 而被遗忘在角落 现在来相见 顿时让他们心情复杂 其实 我来这里 是想帮助老朋友们制作武器 嗯 最近以来我夜观天象 心有所感 一时间得物大道 想馈赠给各位 楚风大言不惭 毫不脸红 这就是强者的品质 自负无敌 奸且厚脸皮吗 有人嘀咕道 江洛神催促 赶紧说 你到底为什么而来 要是想找林诺依 我帮你去喊他 楚风收起笑容 一脸郑重之色 道 实话说吧 我现在正在钻研铸造 有灵性的武器 实不相瞒 如今我可以提升一些兵器的品级 甚至能炼制飞剑 这次来想跟大家合作 一群人还真被惊住了 有些狐疑 不太相信 事实上 这太突然 很多人都觉得他在说笑 当不得真 我以人格担保 并非虚言 楚风收敛笑意 一脸正色 人们很吃惊 这是真的假的 哼 这不是当初叱咤风云的楚魔王吗 如今 嘖嘖嘖 就在这时 一个子发年轻男子走来 俊美无比 有种妖艺的气质 面带嘲讽之色 肆无忌惮 针对楚风 一点也不出 在他身边 还跟着一些人 有异类也有人类这边的人 楚风神色微动 笑道 孔圣 你居然还活着 当年射了你几件 其中有一件 我记得射在你屁股上 雪花朵朵战 居然还能恢复 这个人是孔圣 当时楚风还不是王级强者 跟孔雀族 还有盘山一脉的黄鼠狼 有过激烈冲突 这个年轻人 当时是敌手中的主导者 孔圣当时 带着黄小仙等一批异类年轻人 在顺天时气势很盛 人族这边各种势力 都对他们极尽拉拢 当日 楚风连杀孔雀族 黄鼠狼族的准王 唯独孔圣重伤逃脱 想不到他今天又出现了 现在的孔圣 早已成为王级强者 而且很强 实力惊人 事实上 以他当初的实力 身为孔雀王看中的后人 哪怕天地 没有继续猛烈进化 他也肯定早已成王多时了 现在他出现了 对楚风自然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眼神冷冽 孔圣脸去双目中的寒光 笑了起来 道 怎么 堂堂楚魔王改行当铁匠了 你以前的无敌气魄呢 现在真是可悲啊 你懂个屁 觉得自己正断五道枷锁 可以来我面前张扬了 过去杀你如土狗 追得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现在在我眼里你依旧什么都不是 楚风的话语 相当的不客气 让孔圣直接面色变了 楚风轻蔑 对敌人他从来不会给予好颜色 一时间 这里安静了 所有人都注视 人们预感到要有剧烈的冲突 武当宗师等诸王庇护你 我不杀你 但是教训你一顿 还是可以的 孔圣寒声道 他挥了挥手 身边有一些人跟着上前 有一类也有人类 过去都跟楚风有过冲突 跟着他一起围了过来 你们这算什么本事 楚风身体没出问题时 你们敢出现吗 现在来逞兄 只是无能的表现 有人说道 你们修得无礼 雄坤 胡生等人也赤道 挡在前方 孔圣好整以侠 向前踱步 他自己不行了 怪得了别人吗 如今他实力不济 还敢跟我等嚣张 真以为他 还是昔日的楚魔王吗 这是不知死活的体现 都给我让开 你 胡生等人惊怒 同时很担心 孔圣 算了吧 江洛神也劝阻 你们都退后 就在这时 楚风说话 让所有人都退到后面去 他很从容 道 原本那高原想过来领拳头 我还诧异呢 觉得一会儿 他肯定第一个哭蝶喊娘 没有想到 你们比他还心急 都过来吧 一群人听得发猛 他还真敢说话 真当自己还在巅峰啊 同时 也有人同情高原 又中枪了 被楚魔王比 你这个人真是不知死活 自以为是惯了 那就成全你 孔圣俊美的面孔上 带着戏虐的笑 带人逼近 然而 这个时候 楚风倾踢脚下一块磁石 改变了方位 而后附近草地中 多块磁石 都跟着亮了起来 这片地带顿时不同了 这个也给你们 楚风将手中一块 刻着符号的磁石 扔向前方的地面 结果 众人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孔圣等人东倒西歪 像是尸魂般 一个个都摇摇欲坠 要倒在地上 我最讨厌暴力了 打打杀杀很没意思 但你们总是让我迫不得以为之 楚风说着 走了过去 嘴上说讨厌杀法 不喜暴力 结果他上去 就直接给了 孔圣几个大耳光子 打得劈啪作响 让孔圣直接瘫软在地上 众人震惊 全都目瞪口呆 第零三二七章 顶级对抗 人们惊愕 孔圣现在可是正断 五道枷锁的王级生物 实力超凡 可此刻却如同一滩烂泥般不动了 这是什么情况 孔圣挨了几巴掌 直接瘫软在那里 起来 别装死 楚风低头俯视 踹了他几脚 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孔雀一族天生俊美 无论男女 都很少有丑陋之人 孔圣身材奇长 面孔白皙如玉石 风采出众 让很多女子 都要自愧不如 现在他那张银白面孔上 出现不少斜底印 轻一道紫一道 看着 就让人觉得疼 楚风可是毫不客气 几脚落下 就是王级生物 也以鼻青脸肿 附近 一些年轻的一类女子心都碎了 刚才还看到 英俊的孔圣风度翩翩 侃侃而谈 结果转眼间 就被人踩在脚底 这种反差实在太大了 这就是孔雀王的孙子 真是弱爆了 当初打你爷爷时 他最起码还能跟我过几招 然后再逃 你也太不堪了 怎么看到我 直接就吓昏过去了 这样教训你 也推没意思了 楚风边说边摇头 一副很嫌弃的样子 在场的人 真是没有言语了 这景象太灵类 要知道 早先使孔圣兴师动众 待人将楚风堵在这里 知道他废掉 一副吃定他的样子 想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结果转眼间 他自己被人一顿暴走 楚风蹲下身来 将孔圣拎了起来 又削了一顿大巴掌 劈啪作响 英俊的孔圣 已经没法看了 肿胀如猪头 这 我一定是眼花了 旁边 有人低语 实在不能接受 一个废掉的人 在那里抽打王级强者 人们意识到 草地中那些发光的磁石 起到很惊人的作用 让孔圣挤人这道 栽了一个大跟头 碰 楚风将孔圣一脚踢出去很远 那姿态 简直像是 在对待一个破布口袋 一个稻草人 随意与粗暴的令人发指 孔圣 英才榜中的后起之秀 号称潜能巨大 就这么被人施暴 简直 不忍直视 一位老牌王级强者劲倒 正好看到这一幕 惊得扯断 一撮胡须 目瞪口呆后 在那里喃喃自语 他真是被惊到了 江洛神美眸眨动 他也被惊得不轻 完全没有料到 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可叹孔圣 其他人也如梦方形 实在觉得诡异 孔圣肖最近崛起 潜力巨大 号称孔雀王第二 今日在这么重要的一场 盛会中刚一露头 就被人修理 无论他以后有多么大的成就 这都是无法洗刷掉的污点 各位 我刚才说了 最近正在研究兵器 教训孔圣 只是施展养兵之法的一段小插曲 你们看效果如何 楚风开口 从地上拔起一柄匕首 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能量汇聚 没入匕首中 人们神色古怪 这家伙太损了 这样介绍 他的养兵之法 的确吸引眼球 可是孔圣却悲剧了 沦为背景墙 以后 如果这所谓的养兵之法 默默无闻还好 一旦有效果 明文天下 少不了要提及如何问世的 到了那时 孔圣就惨了 砰砰砰 楚风没有止步 因为陪着孔圣过围过来的几人 也都昏倒在地上 被他一顿狂踹 一个个口鼻喷血 双眼肿的像包子 片刻间 都被打成猪头腰 这一切 自然都跟场域有关 此时上的尸魂符号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座岛屿上 景色优美 此地都是高手 全是正断六道枷锁的 王级生物 这片地带绿草如荫 落荫缤纷 简直像是一片世外桃源 一些老树开着精英的花朵 弥漫清香 淋着紫气蒸腾的湖水 岸上草地柔软 摆放着很多玉石桌 一群王级强者席地而坐 在这里商讨要事 有人来密报 孔雀王瞳孔收缩 疼得一声站起 转身就走 同时 武当山的老宗师 也离座而去 跟了下去 人们诧异 发生了什么 很快 玉须公之主也得到禀告 露出金融 不自禁地 看向湖泊中的另一座岛屿 他真的没有想到 楚风还敢这么强势 他早已知道楚风来了 以为他也只是露个脸 出来走动一番 不会再如过去那般神采自信了 事实上 不久前也曾有人建议 将楚风请到这里来 玉须公之主 位置可否 更偏向于几个财阀的心愿 可现在看来 楚风无论在哪里 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这座岛屿上 一群超级王者 都先后得到消息 直到楚风来了 而且在发威 教训孔雀王的嫡系后人 一时间 在场的绝顶王者 都露出一色 心情复杂 对于楚风 谁又能不知 他居然还敢出现 而且动手是绝不手软 让他们深感吃惊 既然楚风来了 他也曾是一位顶级高手 何不请到这里来 与大家一见 有人开口建议 有道理 一些人面带微笑点头 其中有财阀的人 也有海族强者 不少都是楚风的对头 他们觉得 楚风如今废掉了 将他请来也好 无论他有什么表现 都翻不出风浪 如今已经成为 被俯视的对象 有些人乐见他窘迫 让他体会到惊息的不同 让他明白 已经从高天坠落到深渊 再也不是威震天下的楚魔王 当孔雀王赶到时 正听到楚风在感叹 在摇头 打打杀杀最没意思了 他一边说着 还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然而 很快孔雀王看到地上的几人后 双目中的沙光 顿时露了出来 地上包括孔圣在内 太凄惨了 被人打得 简直快没人模样了 面孔与身体肿胀的辨认不清 刚才楚风 拎着紫金雷电锤 一顿狂砸 让这几人古断惊蛇 浑身焦黑 哪怕苏醒过来 也动弹不得了 孔雀王简直要杀人了 这就是所谓的 打打杀杀最没意思了 至于周围的人 则早已躲到后面远远地去了 见到孔雀王赶来 他们都发毛 知道要出大事 哄 孔雀王抬手间 就要想拍死楚风 他可没有什么顾忌 跟对方一直对立 有大仇 哪怕事后被人围剿也不怕 楚风早已看到他 周围的磁石浮现光泽 弥漫起蒙蒙雾气 而后全都消失了 碰 不过 不用楚风眼画场欲 老宗师出手 一把 就抓住孔雀王的手掌 将他的能量消泄个干净 你如果动他 我避免你们孔雀一族 老宗师开口 神色严肃 惊得附近所有人都动容 这位老人很少发狠 现在却这么开口 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哼 老宗师你未免太自信了吧 今天我们就是要杀他如何 就在这时 岛外有一个男子走来 步履清零 无声无息 离岛屿还有两三里地 九命猫王你果然还活着 楚风心中一领 看到这个中年男子后 他双目也冷悠悠了 当初被九命猫王 还有金乌王截杀 他全力以赴 轰断九命猫王半截身子 并扭断他的景象 如果是别人 肯定死了 那一意 九命猫王被金乌王 带着残体离去 今日他又在线 都说猫有九条命 还真不是说说 楚风轻叹 楚风 拜你所赐 我涅槃了一次 好去一条命 等我恢复过来 我的智友金乌王 竟也被你斩杀在 顺天玉虚宫中 这个仇我必报 九命猫王寒声道 他自己被杀了一次 连带着救他的金乌王 事后也被斩掉 让他恨怒交加 手下败将 曾经被杀过的人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来 来 来 我就站在这里 你过来 杀我试试看 楚风站在那里 面不改色 这次 所有人都吃惊 九命猫王 孔雀王来了 这绝非恐胜之流可比 乃是绝顶王者 有多少人可敌 九命猫王审孝 俯视楚风 道 你已沦为废人 学了一点场域之术 不过小道尔 以为能困住超级王者 今天我要让你明白 外无外力皆是虚幻 一切都要靠自身强大 不然终究是净花水月 无根扶平 杀你亦如反掌 九命猫王很不凡 知晓场域 他背负双手而来 面带不屑 但身上杀气滔滔 惊动玄武湖附近 所有高手 这是绝顶王者的实力 能量浩瀚莫测 众人心惊肉跳 看向楚风 想到他过去 就能压制这样的猫王 几乎斩杀 这是何等的威势 再看到他如今废掉 对比真是太明显了 现在他的生死 有可能捏在了别人的手上 楚魔王过去 真是了不得啊 有人轻叹 楚风开口 手下败将 你觉得 现在可以君临天下 弃吞山河 也不想想 荡日亡命而逃的惨象 今日我就在这里 做看你怎么杀我 楚风叫板 身上一些磁石化成流光 没入附近的草地中 此际无论现在制出的 还是早先放置的 都早已消失 并且这片地带隆隆作响 显然 有更强的场域形成 那些磁石没入地下后 如同有了生命 在改变方位 自主隐去 我说了 在绝对实力面前 这都是小道尔 我要杀你 这些破烂东西拦不住 九命猫王入道 到了境前 人们轻叹 深感认同 除却自身实力强大外 其他或许都是虚的 哪怕楚风真的掌握有场域 可是在绝顶 净化者面前依旧不行 命运不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九命猫王你 今日如果霸道行事 我也要对你足大开杀戒 老宗师喝道 转过身 一个人面对孔雀王 与九命猫王两大强者 哼 我这次出关 就是为杀他而来 正好遇上了 绝不会放过 我不受危险 九命猫王韩胜道 一道金色流光冲来 带着磅礴的气息 还有汪洋起伏般的能量波动 让许多人 近乎瘫软在地上 一个金发男子刹那出现 眸光如电 降落在地上 金翅大鹏王 有人惊呼 我看哪个 敢动楚风 走进一步试试看 我现在就杀了你 鹏王开口 周身流淌金灰 气急射人 枪 一剑横空 如神红惊天 太璀璨了 那是一口飞剑 划破天际 急速俯冲而来 接着一头白鹤降落在地 僻逆九命猫王 孔雀王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意态明显 这可都是顶级王者 都是最负盛名的高手 在这里对峙 要发生战斗的话间 会非常恐怖 全都是因楚风而起 人们轻叹 龙虎山一战的影响太大了 楚风曾救下一些绝顶王者 现在这些人发威 震慑各路心怀叵测者 另一座岛屿上 诸王都感应到了 那强大的能量波动 哪怕相距很多里地 但是以他们的神诀也能洞悉大改 有意思 我们也去看一看 一些人起身 既然如此 各位一同过去吧 欲虚公之主开口 来自财阀的王级强者 海族的高手等 也都露出一缕笑意 都站了起来 要去看一看 如今从高天坠落到深渊的楚风 怎么与超级王者相处 第0328章 疯狂 然而 等到一些这些顶级王者赶到时 都露出一色 因为这座岛屿上的情景 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老宗师 金翅大鹏王 鹤王与孔雀王 九命猫王在对峙 气氛的确很紧张 但是郑主却很淡定 正在跟人做生意 甚至可以说 郑主很悠闲 向那些净化者 介绍他的养兵之法 一点也不紧张 丝毫不担心 可能会爆发的王级大战 什么情况 从另一座岛屿赶来的 顶级王者们 面面相去 都一头雾水 看向楚风 他自身都废了 还能有这么的好心态 他现在简直就像是个 经验老道的推销员 将周围一群人忽悠的 一愣一愣的 看着他手中的那柄匕首 养兵之法 被楚风郑重提出 告诉众人种种妙处 画府围棋 让各种兵器进阶 可以帮各大财阀 孕育出飞剑等 我怎么感觉他化身成 一个大忽悠了 他在推销什么养兵之法 有什么讲究 刚感到的王者不了解情况 都持怀疑态度 但是 看得出附近的人 听得很入神 也很投入 因为楚风手中的匕首 发出微光 接引游离的能量 像是在经受淬炼 匕首开始闪动灵性光辉 呵呵 楚魔王你也有今日 净化成一个货郎 你在卖匕首吗 三个月前的无敌气魄 去了哪里 来自大洋的海族强者开口 这是一头海猴子 周身都是青铜般的鳞片 密密麻麻 闪动冷光 连面孔上都如此 看起来有些可怖 楚风很淡定 道 猴子 当初在龙虎山没杀你 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 现在还跑这里来奚落 你人品真不咋地 这种话语一出 海猴子顿时恼了 凶相毕露 杀气森森 不过 其他高手却露出一色 有所体悟 看向不远处 玉须公之主面色平和 看不出一点波澜 不少人都明白了 楚风这是言由所指 这可不单是刺激那只凶灵的海猴子 还是在讽刺玉须公之主这样的人 当初 楚风千里奔袭 赶到龙虎山 大开杀戒 激战海族强者 救下陆地上一批顶级王者 震动天下 可以说 他对一些人有救命大恩 但是有些人后来对不住他 尤其是不久前 在另一座岛屿上 都不请他过去 传出去会让人心寒 都是净化者 自然皆感知敏锐 一些人看向玉须公之主等人 但是 这并没有让玉须公之主发作 或者生怒 海族的朋友 如今来到陆地上后 还请遵守承诺 不要忘记杀星 我们需要精诚合作 共对于外 可能随时会降临的祸端 玉须公之主开口 竟是这样的话语 忠正平和 让人挑不出毛病 随后 他又看向楚风 像是 没有听到此前代词的话 轻叹道 楚风 玉须公为你查到一些 救治身体的办法 一会儿我告诉你 众人狐疑 露出疑惑之色 哼 多想公主 楚风说道 也没有说其他的 海猴子性格暴躁 杀星极重 神色不善地盯着楚风 向前迈步 就想动手杀人 他才不会听玉须公之主的 不要毛躁 一个女子开口 很高挑 身段非常好 拥有一头水蓝色长发 闪闪发光 发丝间有一对很小的龙脚 她自容出世 称得上角色 这是跟国民女神一个极数的 是一个罕见的丽人 有种古典美 但是却穿着现代人类社会的服饰 一般的进化者 不知道她的身份 但是在场所有 顶级王者都知道 她是来自东海的龙女 在场的海族 无论是那个海猴子 还是海人等 都以她为尊 听从她的号令 青铜鳞片遍体的海猴子 听到她的责备后 难得的安静了 没敢再动手 侯儿 你真听话 让人惊叉的是 楚风不在意 丝毫不怕 看着那个凶器弥漫的海猴子 直接出言挤兑她 小子 你活腻了吧 海猴子大怒 现在就是龙女 劝她都不会听了 嗖的一声窜了过去 就想撕裂楚风 或者一巴掌 将她拍成肉泥 碰 一头山龟出现 没有攻击 只是挡在那里 任海猴子一爪子 拍在金色斑纹交织的龟壳上 阻住她的去路 能量沸腾 空铜掌轿出现 纹丝不动 挡住海猴子凶猛的一击 这可是东方十大高手之一 她活了足有一两千年了 只是运气不够好 若是在多年前几次隐晦的天地一变中发现异果 以她这种底蕴 足以称霸世间了 这是一头有灵性的老龟 活得岁月幽远 这时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楚风截下的善缘太多了 随便站出来一个就大有来头 可以帮她解围 前辈 不用拦她 放她过来 我想检验下 我的场域强弱程度 楚风说道 而后冲着海猴子招手 道 猴头 过来 一群人都无言了 就是空铜掌轿老山龟都张了张嘴 最后默不作声地让开 哇呀呀 气死你猴祖宗了 轰的一声 海猴子冲了过去 浑身鳞片发光 探出大爪子 就向着楚风抓去 景象略微害人 那虚空都扭曲了 哇 结果 下一刻这里的场景很惊人 能量暴涨 地面发光 形成神秘的纹路 像是铁水胶筑而成 枪的一声 楚风将手中的匕首 重新插在地上 可以看到诸多能量向前蔓延 汇聚向那柄匕首 令他近乎通透 海猴子的能量被场域接引 全部吸收 而后反馈 去温养中心的的匕首 这很古怪 也很惊人 让众人动容 各位来看 这匕首灵性光辉在增长 品质在提升 楚风介绍 他有点冒险 今天在这里 布下两种场域 一是养兵之法 他最为精熟 还有一种场域 是从大型进攻场域中 拆解出来的 包括让人失魂的符号 还有接引能量 与转嫁的符文等 海猴子在那里打转 他不至于昏倒 但是感觉脑瓜人略痛 受到失魂场域符号的影响 啊 他大叫 就要向里冲 猴儿 别捣乱 我再掩饰养兵之法 你且推到一边去 楚风说道 空童掌教就要再出手 但是龙女先一步发话了 她面带凝重之色 喝退海猴子 来到镜前 盯着场域中的那柄匕首 事实上 在场的顶级王者 都有心有所感 意识到这场域的惊人价值 因为 他们神觉敏锐的骇人 清晰地感受到 那匕首被莫名力量滋养 品质在变强 灵性在增长 这么短的时间而已 就有丝丝变化 如果被那场域孕育几个月或数年 那会有怎样的变化 肯定更惊人 我相信你的话 你能养兵 我这里有一件器物 不知道你能否温养 龙女开口 直接要给楚风送生意 没问题 我可以让凡剑化成飞剑 温养有灵性的兵器 就更容易一些了 楚风笑道 不管能否做到 现在肯定要先吹牛 没有想到 龙女竟然正中点头 道 不错 海底石刻上 的确有这种记载 可借场域智能化 反铁为神兵 此时 许多人震惊了 刹那醒悟 楚风的养兵之法 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重要 各方人马都不能平静了 就是孔雀王 九命猫王都心惊 所谓的场域 竟能逆天到这一步 一些大势力 更是白掌挠心 他们现在有顶级王者 甚至打下了名山 最稀缺 就是精神武器飞剑等 现在楚风的出现 直接撕裂一层窗户纸 此计就是楚风的对头 相关的财阀人马都激动了 感觉血脉纷张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楚兄弟真是一代奇才 据一些古书记载 场域最难掌握 艰色而深奥 一般人揣摩与学习数十年 都不见得掌握到皮毛 真是意外 楚兄弟在金花路上遇到魔难 不曾想踏出另外一条 更光明的路 就这么片刻间 一些王者的态度 来了180度大转变 热情的不得了 极尽赞美 不远处 江洛神狐疑 这是真的吗 不久前 楚风刚出现这里时 还被人所轻蔑 只因他废掉了 不再是绝世强者 可是这才多长时间 一切又都变了 这让江洛神感觉心惊 楚风废掉后 沉寂一段时间 竟又踏出一条特殊的道路 再次被人拥促在当中 一群王者上前 都在攀交情 目的很明确 想请楚风帮助他们培育神兵 不远处 玉须公之主 脸皮略微抽搐了一下 这实在太意外了 就是他也没有想到 楚风可以研究场域 海猴子不爽 他知道楚风是故意的 借他来掩饰场域的力量 竟造成这种轰动性的局面 这时 孔圣几人被扔到一边后苏醒了 直接暴怒 他们更可悲 也是楚风为了揭示场域力量的牺牲品 他们激怒攻心 被气得又差点昏厥过去 这时 楚风终于再次开口 矛头直指九命猫王 借此机会发布悬赏令 各位 我这人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谁能把那只猫的尾巴 给我剁下来 他以后的兵器等 我负责培育到底 你找死 九命猫王当即瞪眼 冷冷地扫尸楚风 随时准备扑杀 就是不少王者都一阵愕然 很是吃惊 一些人认为 楚风这种悬赏 估计毫无意义 有人愿意为此动手吗 然而 下一刻 诸王就明白了 有强者想与楚风合作 龙女直接就动手 别看是女子 相当的果决 因为她从海底识刻中 深深地了解到 场域研究者 到底多么的超凡 如果能获得这种人的友情 以后打开东海的 那座真龙巢穴 都可能没问题了 对于龙族来说 那关乎太大了 哄 龙女的实力超乎想象 惊世骇俗 突然出手 将九命猫王阵的横飞 口中可血 我靠 有王者忍不住抱粗口 楚风的话语才落毙 就有人响应了 他们意识到 低估了场域研究者的地位 这种人有大用 接着 有些财阀蠢蠢欲动 暗中商量 是否要出击 因为他们现在也有了 正断六道枷锁的绝顶高手 不弱于人 吃 金光澎湃 彭王出击 他的速度不说天下第一 也能排进前三内 传说中的大鹏鸟 在神话中 可扶摇直上九万里 喵 猫王怒叫 彭王的攻击 让他险些再次遭窗 嗖嗖嗖 下一刻 长白山老怪 空铜山长轿等也都动了 向前杀去 武当山的老宗师 则守在楚风的身边 人们都被惊呆了 诸王心颤 他们看到一些大势力 都开始动手 去追杀猫王 研究过古代进化者的财阀 以及顶级的大势力 都明白场域研究者的 价值与作用 现在不少人动手 什么情况 八级门的少门主高原 也在这里 他可不知道 场域研究者以后的 影响力与作用 一脸发猛的样子 因为 他不明白 一个废掉的人而已 哪怕掌握了某种技法 值得这样吗 你说只动用 觉醒境界的能量 和我较量 这时 楚风看向他 是又怎样 高原随口答道 结果下一刻 他知道坏了 楚风还没有说什么 嗖嗖嗖就过来挤人 直接向高原出手 那是龙女命令的 因为他心中不能平静 决定一定要拉拢住楚风 请他相助 去探真龙巢穴 人是会盲从的 其他人见到龙女命人动手 这么舍得投入 接着便有路上的 王级强者跟着出击了 砰砰 高原很强 但是瞬间被人围攻 直接中拳 横飞了出去 嘴角一血 他觉得 太贪娘的晕了 楚风张了张嘴 想告诉他们 真没想请他们 动手追杀高原 误会了 喵 远处 九命猫王暴跳如雷 眼睛都在喷火 同时惊悚 因为一群人杀来 以龙女还有金吃大鹏为主 刹那间 他就被中创了 险些死掉 哎 大家悠着点 我只要猫尾巴 别伤他性命 楚风喊道 因为他心中有火气 想以后自己亲自收拾 九命猫王 现在只是先出口恶气而已 喵喵喵 九命猫王更愤怒了 当他是什么了 但是 他不得不悚然 因为楚风的话语非常管用 片刻间 他的尾巴就先后被斩断下去几小段 一群人争抢着动手 实在 太恐怖了 他想逃都逃不走 因为金吃大鹏王太快了 比之楚风全胜时都慢不了多少 再加上一个恐怖的龙女 他简直悲剧到极点 一群人抢九命猫王的尾巴 他气急败坏 简直要疯了 不远处 孔雀王冒冷汗 至于地上 孔圣几人直接装死 再次让自己昏厥过去